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拿出五颜六色的纸条 还有特殊工具 准备进行越南卷制的 艺术教学 我觉得是粘它 因为你要把它粘得很紧实 然后看到一朵 不要那个花瓣是 花是那种散开的 我觉得这一点比较难 都是靠这个老师在帮我 而在一旁不时出手相助的 是越南新二代 陈彦佳 他是阮世学姐姐的儿子 两人除了血脉相近 对于卷纸艺术 还有着同样浓厚的兴趣 后面就是越做越有兴趣 然后开始会有人 就是想要认识这个东西 对 所以我们就想说 就是可以就是推广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这个艺术 之前的我先生的家里的工作 台湾上说是黑手 就做一些大型的机器 重机器的 铁的铁心铁管铁杀生活 就是我刚来台湾也是要做那种工作 然后是开货车的卡车去送货 但是就是老公做什么也要做嘛 教学分享的过程 让阮世学看到有许多人对越南卷纸艺术 怀抱热情还有兴趣 也让他是越交越亲近 除了交选举 他也在移民署担任同意 以及教授越南语 只要能力所及 他愿意多做一点 让更多人了解新著名的母国文化 也让台湾有着更精彩 更丰富的文化面向